欸 其實比較有問題 其實像如果程式裡面有問題的話 我的習慣還是一樣 我之前跟各位講過啦 像有時候奇怪 明明應該不用減1啊 幹嘛減1 後來呢 我其實呢 利用中斷模式有沒有 先check一下 發現原來 它最後一筆會有個空的 會多一筆 那一筆要把它減掉 OK 我擺是不得其解 奇怪為什麼 明明好像 所以我這邊可以用湊蟲嘛 所以有些東西你實在看不到 沒有關係你可以用debug mode 這debug mode還蠻好用的 OK 因為如果你用其他工具 像那個Jupiter 有些地方就沒辦法像這個 當然各有優缺點 我這邊是提到它的優點 那我可以先第一個 在第七行第八行射中斷點 我的習慣會在哪裡呢 會在我要看的這個變數這一行 跟它的下一行射中斷點 因為如果你這一行先停下來之後 你再按執行 它這一行才會跑 或者你乾脆它的下一行停下來也可以啦 那我就是讓它停在這一行之後 再按一下執行 下一行 然後觀察這個list1裡面的變數 所包含的 所以你可以看一下上面就是我變數列出來的 那其中會有個變數是list1 有沒有 那再來特別注意喔 它裡面的資料 它當然會告訴你它是一個list 裡面有幾筆資料 你可以這邊有個箭頭 按下它 這個時候你會發現喔 它會告訴你每一筆紀錄裡面放什麼東西 有沒有 那你會發現喔 最下面這一筆喔 我剛剛把它往下拉一下 最下面每一筆都乖乖的 只有最下面有一筆有沒有 235 欸奇怪 它就可以多一個 所以呢也就CSB最後可能會 多一筆是空紀錄喔 那這一筆的話喔 你要特別曉得 你將來執行 第一個print了出去 你要把它剪掉 第二個的話呢 你insert into到database 也最後記得這一筆不能進去 因為進去的話 一定會產生一個空的紀錄 那當然裡面如果有key的話 絕對就insert失敗了 所以這個可能要注意一下 這個模式其實還蠻方便的 那每一筆每一筆有沒有 它裡面放什麼東西 其實你也可以藉由這個地方 可以觀察一下 一些細節啦 所以真的有些時候啊 程式跑過去就沒有了 你怎麼知道這東西 到底它的裡面放什麼資料 尤其是變數裡面放的 尤其裡面放的資料又是list 或者是那個dictionary 那種字典 你那種很複雜的東西啊 ok 你用你的腦袋也沒辦法解析啊 所以最簡單的方法中斷一下 有時候就可以看到一些細節喔 接下來的話呢 我把它切回把它停掉 所以我講過如果你確定ok了 那你就把它停掉 那你就把它停掉 切回來ok 那接下來的話呢 我已經把它分開來 所以用那個 那個什麼的 反斜線喔 那個 這個r跟n喔 那我為什麼 其實我剛剛講 nolivate plus plus 另外你也可以看一下喔 剛剛我有提到那個 零售市場那個 也是CSV喔 可是它下來的格式是不一樣的喔 如果你有 假設我沒有講 你可能直接用同樣的方式 應該會套用失敗 ok 所以為什麼用nolivate plus啊 這個還蠻重要 因為很多時候 你如果不知道說 它有一個這個功能的話 說真的很多東西真的看不到 你沒有那種類似照妖鏡喔 你沒有看不到 你那細節喔 就都在這裡 有人其實可能找半天就找不出來 就是鬼打牆 欸奇怪 沒問題啊 為什麼切割出來的資料就是不對 要不然就多一個 不然就少一個什麼東西喔 ok 那接下來的話呢 我希望喔 把剛剛的東西再塞到資料庫裡面 所以剛剛重點喔 第一個就把我們的這個資料 網址給他 他get下來 那我給他正確的編碼方式 並且切第一次 再切第二次 第二次裡面是逗點 然後分別就放在一二三四 四個欄位裡面 接下來當然我會需要什麼 把上個禮拜的東西 上禮拜的東西還記得喔 就是我們那個Cursor01這個範例 我們會需要先建一個database 再建一個什麼呢 table 再建欄位 所以欄位 欸 那所以我會需要三階段 先database 再table 再fill欄位 欸 所以呢我會有四個欄位 一個蘿蔔位的坑喔 那也就是說喔 你必須拿上禮拜的東西 再把它放到我們剛剛那個程式裡面 讓它具備有新增資料庫 資料表 欄位的功能 然後呢 再來跑個回圈 把資料一筆一筆的篩到 你的database裡面去 當然喔 你可以參考一下 我雲端這個是已經做出來了 黃色區域啊 其實也沒有很多啦 就這些而已 裡面的話呢 基本上喔 最重要的程式 就是這個地方喔 那第一個當然喔 會有哪些部分不一樣 一 input 也是要seqlite 不只是request seqlite3也要 不過喔 這個seqlite3 本來就安裝在你的那個 python裡面了 所以不用額外安裝 那request沒有喔 第二的話呢 就是怎麼樣呢 從這邊建立 一個database database名稱我叫pug 好 再來的話呢 建一個table也叫pug 名稱一樣沒關係 反正這個 只要不要搞混就好 然後呢 我在增加 總共有四個欄位 相次 停車名稱 精度跟緯度 不過用中文名稱 好像沒問題 ok 不然的話你還要想翻譯喔 每次你還要想說 中文要取什麼英文 想半天 乾脆如果中文ok的話 只用中文就好了 看起來應該沒問題 所以呢 這邊seqlite3 這樣我就建立了四個欄位了 ok 所以有四個欄位 另外特別注意喔 第一個相次是primary key 而且是nada nu 而且是integer 剛好裡面的資料是數字 第二個的話呢 其他都是tether 有小數點的話我用double ok 你可以觀察一下 基本上我們這裡面的資料 這個前面一定是數字 這個是文字 後面這兩個呢 有小數點 所以給double ok 所以基本上喔 這個是資料型態 再來的話呢 切割資料 切割完之後的話呢 讓它直接就音色音吐進去 不過這邊可能會有個問題喔 像次就跳過 這個我可能要想一下 切開來之後喔 理論上應該是一個蘿蔔的坑 就把它丟進去 不過這邊好像有一個問題喔 如果 欸 喔 對 第一筆記錄不能進去 要不就是把這邊改1算了 有沒有 這個range喔 其實 這邊如果改成1的話 那就避開那個d break 藍位名稱就不用了 那這個地方可能就不需要了 ok 所以請各位試一下 最後呢 你在利用上個禮拜講的那個 就是seqlite browser有沒有 你就可以看到最後結果長這樣 你就把資料呢 顯示在seqlite browser裡面 ok 試一下好了喔 這個等於是 把那個上個禮拜的東西結合進來 畫面先還給各位喔 其實 如果你上個禮拜都ok啦 我想今天這個部分呢 應該 也不會太 太困難喔 這個其實蠻花時間喔 所以回去喔 我是建議喔 你除了這個練習之外 你可以再找其他練習 然後呢 建議是先從那個開放資料 要CSV開始 後面會再講 Jason啦 XML的話喔 可能看看有沒有時間再 再講一下 XML好像比較麻煩一些 因為網路上看到比較多 分享的還是以那個 CSV跟 Jason為主 XML好像講的好像比較少一些 即便有講 然後講的也不太清楚 ok 所以這部分的話 請各位先試一下 把那個 上個禮拜 新增Data Base的這一部分 再把它加進來 最後 如果把資料放進來 就可以看到我要的那個 所有的資料 本來在那個網路上面的 全部都可以 在瞬間自動幫我搬到那個 我們的 這個 SQLite 資料庫裡面 我們試一下喔